晚間的政大校園邀請身兼民進黨主席的副總統賴清德 道校園與學生直接對談 對於各界關心民進黨的兩岸論述 以及中共不斷強調九二共識 賴清德說這不是真正和平 晚間這場校園演講主題是政治進入大學 青年與主席有約對談 賴清德還跟台下的學生開玩笑 說真的很大膽 竟然敢讓政治進入校園 讓台下笑聲四起 不過兩岸關係真的要維持僵局嗎 賴清德強調即使無法接受中共的九二共識 不過民黨仍不放棄與中國談合作交流 增進兩岸人民福祉 但是前提是維持對等尊嚴的地位